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库布奇制杀扶贫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显著的成果 库布奇制杀扶贫路越走越宽 越走越有力 越走越深远 库布奇制杀扶贫的成功实践 正式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理念 30年来 以库布奇为代表的中国制杀人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2017年12月5日 在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 库布奇制杀人与赛罕霸林场建设者 共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 库布奇制杀人 获得了地球威施终身成就奖 这为中国的荒漠化防治事业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在2013年2月 联合国环境署第27次理事会就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 这表示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认同和支持 同年8月 联合国环境署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密书 初加入第四届库布奇国际沙漠论坛的主办方 这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制杀成就 防治荒漠化经验的赞取 2017年9月 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缔约方第13次大会期间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全球首份生态财富报告 以科学量化评估的方法 认定王文彪带领毅力集团 共济修复至里沙漠900多万亩 固碳1540万吨 含氧水源243.76亿立方米 释放氧气1830万吨 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价值3.49亿元 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亿元人民币 当地民众超过10万人受益 近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发表署名文章 指出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 受风沙危害严重的国家 全国有荒漠化土地261.16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27.2% 沙化土地172.12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17.9% 土地荒漠化与贫困相伴相生 互为英国 我国近35%的贫困县 近30%的贫困人口 分布在西北沙区 沙区既是全国生态脆弱区 又是深度贫困地区 既是生态建设主战场 也是脱贫攻坚的重点难点地区 改善生态与发展经济的任务都十分繁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